提起艾诺的失望性格,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出现一部经典电影终结者,很多人认识他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知道,他是一个好莱坞巨星但艾诺的一生的辉煌,可不仅仅是一名硬汉演员, 阿诺德的一生,谈称传奇十六岁,开始参加健美比赛,二十岁一聚,美国他是当年智障好莱坞的硬汉巨星,也曾当值加州州长更是健美界的楷模,一九四七年,出生于奥地利少年时代就开始健身,在军队服役期间偷跑去参加健美比赛,二十岁赞美,国获得环球健美及奥林匹亚,先生头衔在一九七一,一九七二,一九七三, 一九七四,一九七五和一九八零年,共七次获得的奥林匹亚先生荣誉,在建美界取得荣誉后进军好莱坞所主演的终结者,获变全球五十六岁那年又进军政界竞选,当上加州州长当正七年后现任再次回归引塔可, 被传奇之籍阿诺德除了称霸多界之外,他的身材最为世界,瞩目我们来回顾一下他年,青时候的身材十四岁的阿诺德,十六岁的阿诺德,十八岁的阿诺德,二十岁的阿诺德,二十三岁的阿诺德,二十五岁的阿诺德,二十八岁的阿诺德,三十一岁的阿诺德, 阿诺德有如此之大的成就跟他年复一年的坚持与努力,分不开看他最近的爱更新就知道他的生活,态度,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七月三十日,恰好是阿诺德七十一岁生育,而这位因哈代言人选择在,人生房度过了自己的生日训练视频,刚已发布二百多万,来自全球的粉丝纷纷送上,祝福视频。 中的他正在做高的下篮画面中可以看到他留起,那胡须而且已经全都花白了视频,最后他还向粉丝表示感谢,谢谢你们每一个人为我的生日,祝福你们,让我站坐起来。 然而就在今年三月份阿诺德,进行了一次心脏手术,三月二十九日,被送进洛杉矶的西安山医学中心进行主动脉半膜置换手术但过程中,出现了病发症又紧急进行开生手术因二十一,年前更换的半膜已经过了使用年限, 他在1997年,曾第一次更换主动脉半,不过他趁病,没有什么感觉,让他感觉比较糟的应该是2001年的车祸事件,当时六根肋骨断裂他说比心脏手术痛苦,这是糟糕的经历,而当阿诺德睁开眼睛时说了一句,让所有人落寐,的话就是他在终结者。 中著名台词,I am back,我回来了,这句话很难不让人想到在终结者二节位时,铁水上慢慢下沉,得高举的大拇指,以及那句, I am back,是啊,这一句,I am back,成交了这个男人,而这一次,他也没有被打倒刚结束手术不久的,他并没有选择静养,而是来到了健身房。 你很难想象一位做过心脏手术,而且七十一,岁的老头还有这样的饱满经历,去健身房举铁练器,认真,看一下这真的已经是一个老人了,但是年龄并没有逗去这位终结者的银汉形象,手臂肩膀的肌肉依然膨胀爆炸什么叫银汉,这就是银汉啊。 他的,内依旧不仅健身比大部分21岁,31岁,41岁的人还要认真他的公二头肌,完生许多健身多年的职业老手,大家都知道阿诺德了在1989年,创办了阿诺德传统赛,是世界顶级的健美赛事之一,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健美大咖参赛,作为健美运动员也都梦想能够站, 在阿诺德传统赛的舞台上和顶级运动员一绝高下,跟阿诺德同时代的健美运动员都曾表示过,阿诺德真正强大的不是他的体魄,而是他不可思议,德克苦于野心这份对健身的执着,现在还在延续,而正处壮年的你,怎么能说,自己不行或者轻言放弃呢,努力中会有收获加油吧各位。 感谢观看